美國的五角大廈國防部是專門同路人 五角大廈怎麼會把台灣的業務 並進中國事務主管呢 對台灣是一個不利的警訊 在五角大廈國防部 一直都是隸屬於東亞事務部主管 現在把它牽出來 歷史中國事務部 為什麼呢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這件事情 我比較憂慮的是 台灣沒有人在乎這件事情 只在乎床單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的滾 美國的五角大廈國防部是中共同路人 你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世界日報 這世界日報是十天前的 在世界日報有一個大標題在它的頭版上 標題是寫五角大廈 台灣業務轉移中國事務部門主管 就是這個事情轉到了中國事務部門 由中國事務部門來主管 我看了以後我覺得驚心觸目 他花了大概半個版在談這件事情 那這樣講起來是不是美國的國防部 是中共同路人 你看他直接把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來來來這個事情一定要優先跟同學們報告 因為同學們在台灣可能就是像那個飛彈飛過上空 也沒人會告訴你真相一樣 所以你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就逐字逐字的唸給大家聽 世界日報 我知道這個817要說世界日報是匪報 我告訴你在美國真的匪報多得很 世界日報完全排不上名 世界日報應該是在美國的台灣來的這些 潮包們最仰賴的中文報 五角大廈怎麼會把台灣的業務 並進中國事務主管呢 不是才在談台灣政策法嗎 不是才在談台灣要證明嗎 什麼駐美代表處 現在變成中共的一省了 中國的一省這怎麼回事 所以這新聞非看不可 好這是來自於記者張文新在華盛頓的報導 考量兩岸局勢升溫五角大廈決定 將台灣業務從東亞辦公室遷出 轉移到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 叫做Michael Chase來主管 這個Chase就是那個銀行的那個Chase Chase Bank那個Chase 國防部的發言人叫做John Supple 向本報證實 他說這一項調整有助於政策的效率跟協調 更有甚者讓國防部相關業務的組織架構跟指揮系統 和國務院的行政部門保持一致 可見在國務院行政部門早就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了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知道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這項調整 這個人是Supple 國防部的發言人Supple說 這項調整並沒有改變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 哇又打了台灣一個巴掌 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對於盟友夥伴的承諾 或是我們對於維持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關切 Supple說是這麼說的 其實你知道美國人很有趣他們就跟那個英國在玩論文們一樣 他們其實一直在玩一種文字遊戲 這個Rethoric 這個有點像是這個Leap Game 就是這個嘴唇的遊戲 你知道英國很好玩嗎對不對 他說一下說 揭露考試的人會造成 考生這個當事人學生的痛苦跟傷害 然後被發現的時候又說 哎呀我們匆匆一撇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就是他用很多很有趣的東西一直在給自己找台階下 其實美國的這個Politician 政客不是也是如此嗎對不對 其實你仔細去看美國從來都沒有改變他的一個中國政策 而且美國從來就沒有叫過Republic of China 所以認為中華民國才是台灣的國民 聽到台灣兩個字呢 就會Kimo Jin Bai 的朋友們 在台灣高喊中華民國 我勸你去美國的國務院跟美國國會 說服他們幫台灣證明叫做Republic of China 真的拜託叫他們把台灣關係法改為Republic of China Act 你看他願不願意 如果你願意的話 如果美國願意的話 我告訴你大公一樁 這一件事情對台灣的意義遠勝於啊 遠遠勝於台灣關係法跟台灣政策法 如果美國願意承認表示什麼 表示聯合國2758是錯的 表示當年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 而且中美建交跟台美斷交這些文件要重新寫 表示台灣關係法呢 這個國內法要收回重新改 一旦一錘定音以後 那就告訴我們現在呢 台灣是一個當年分治中的兩個中國 一個叫做Republic of China 一個叫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如果是這樣 那近代史有很多東西需要重新更改 這對台灣來講 我坦白告訴各位 未必是壞事 搞不好是好事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從根啊 從根開始把台灣的整個來龍去脈翻一遍 我知道獨派的人聽了這個可能 電腦已經砸掉了 可是如果你要想想看 如果他真的是台灣到底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的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到底有沒有機會 重返聯合國或加入聯合國 如果美國願意承認Republic of China 這絕對是近代史上台灣或者中華民國 向國際舞台跳躍的一大步 這一步勝過飛躍的羚羊 好我不要講這些講太多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 這個報導說根據報導 這項業務調整來自於國防部的官員 對北京侵略台灣的憂心增加 憂心增加跟調整有什麼關係 其實放在東亞事務不是更好嗎 這樣台灣可以跟東亞的國家 包括韓國日本 還有很多國家做更好的策略聯盟啊 那你把它併到中國事務 這個我問你嘛 我就講一句實在話 美國的官員 你看嘛當台灣被放在中國的事務的一部分 你覺得對這些主管的官員來講 做久了以後會不會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會不會那個潛意識就覺得 這種 perception 就在你的心目中不斷的形成 這倒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也沒看Vicky嘛 蕭美琴去抗議 也沒看這個吳釗燮去抗議 也沒看到台灣的媒體 愛台灣的去抗議 更沒有看到什麼叫做double think 好這個高階這個台灣的民主價值 然後要抓這個中共同路的人 怎麼沒有去把這件事情拿來大肆宣揚一下呢 順便揪一下到底誰做出來的 這才是中共同路人不是嗎 那我們接下來看 好報導指出 烏教大廈這項組織業務調整 將有助於提高內部的運作效率 但是批評者認為這個呢糟糕透鼎 川普政府的時候 東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 叫做Canel Clink 他說中方不會認為這是巧合 無意也好天真也罷 美國傳遞了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對台關係 是對中關係中的其中一部分 這樣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呢其實是告訴全世界 佩洛西訪台之後 美國政策調整成為更加親中的路線 那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川普政府時期的東亞事務 副助理部長 Henel Clink 講的 所以這個業務啊 在不到兩年前就是他的 他現在因為民主黨把他的 當時管轄的業務呢移出來 變成中國事務的一部分 所以他發出了批評 再來共和黨的聯邦參議員 Dan Sullivan 他則表示說任何弱化美國協助台灣自我防衛的做法都是一個 bad idea 壞主意 這是對北京放送一個錯誤的訊息 讓中方認為他們能夠支配台灣跟美國之間的美台關係 甚至呢有權討論美國回應台灣安全需求的政策 這個是共和黨的這一個參議員 Dan Sullivan 聯邦參議員 在美國呢就是有一百個哈 再來在川普的時候 中國 南韓 澳洲 日本 這些呢還有包括台灣 都是由東亞事務的副助理的部長所管轄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Dan Sullivan 直到2019年6月份 時任印太助理部長薛瑞福 這個Randy Sherriff 把中國事務單獨移出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這樣講 以前呢台灣中國韓國日本澳洲 都是屬於東亞事務的部門所主管 在2019年6月份的時候 中國事務單獨拉出來 變成了一個中國事務部門 這表示什麼美國對中國事務 開始要付更多的這個關心跟力量 那照理說2019年6月份以後 這個東亞事務部就會剩下南韓 台灣日本跟澳洲 變成了東亞事務部 結果到了2022年的9月10號 來了這個薛瑞福呢 他告訴了Politico 這個Politico的這個媒體 他說傳統認為台灣是處理 對中國關係的一個問題 隨著組織架構的調整 這個概念呢又回來了 北京可能會滿意 因為這等同於向全世界宣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在2022年 隨著中國事務轉出了 這個東亞事務部之後 原本東亞事務部繼續掌管 台灣日本南韓還有澳洲 結果這個問題突然在2022年的9月12號 在媒體記者發現他們已經悄悄的把台灣從東亞事務部管轄的範圍移出來 移到了中國事務部 這個怎麼看呢 我不知道 我坦白講 我覺得政治有的時候超越了表面的觀察 可是我是個媒體人 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會向全世界放送一個訊息 就是美國是比較關心台灣沒有錯 但是關心的方式 卻是把台灣放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之下 來思考台灣的種種相關的問題 這個恐怕對於傳播的角度來看 對台灣是一個不利的警訊 我比較憂慮的是 台灣沒有人在乎這件事情 只在在乎床單是順時針還是逆時針的滾 是滾到這個床上還是滾到床底下 那到底誰在滾 是幾個人在滾 我覺得台灣的視野齊氣小災 所以呢我覺得我前一陣子跟在這邊的一些僑胞朋友們見面 他給我很多建議 他叫我多從美國從國際的視野 拿一些比較重要的訊息給台灣的觀眾 他說 他當然就是 就是一美之詞啦 他說彭P你吸收東西的速度很快 那口才講事情又很清楚 你能不能幫台灣的這一些很可憐的井底之蛙駝鳥 帶一些課程 讓他們看到國際的局勢 讓他們看到國際之間不一樣的觀點 免得哪天台灣傻傻的被賣了 還幫人家數鈔票 還把這個合約一紙一紙的切完以後 送給了美國送給了中國 那我說好我來盡力看看 看看我的能力能不能有所幫助 所以我今天呢就跨足告訴大家一個驚天大消息 就是美國把台灣的事物在五角大廈國防部 一直都是隸屬於東亞事務部主管 現在呢把它牽出來 隸屬於中國事務部 這到底是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這件事情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